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文章叫开国大典 开国就是建国的日子 大典就是隆重的典礼 开国大典就是庆祝建国的盛大典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历史的长卷 感受那天所有中国人民的激动和喜悦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那接下来一起跟随刘老师走进今天的学习目标 首先是会写本课重点的生字词 二,了解开国大典的过程 这是今天的学习重点 三,领略毛泽东的伟人风采 体会中国人民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激动 自豪的思想感情 那这是今天的学习难点 那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生字 像学习想acket想开国后 没有想法并没有自助 越,越冰,越服,制,制度,制 坎,平坎,平坎,坎道,距,距离,距离 隆,隆重,隆重 好,了解完今天的生字之后呢 我们走进今天的学习课文 首先一,本文写了开国大典开始前的 哪些内容 我们来看第一段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在首都北京举行殿命 那我们来看 首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949年10月1日 已经要记住这个日子 在首都北京举行 那么举行的地点在哪呢 首都北京 所以说在第一段呢 交代了开国大典的时间地点 好,我们继续往下 参加开国大典的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副主席 各位委员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有工人 农民 学校师生 机关工作人员 城防部队 总数达30万人 管理台上还有外宾 那这一段交代了什么呢 参加开国大典的 人员 人员 及人数 人员有哪些呢 首先有我们的领导 主席 副主席 公文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 还有工人 农民 学校的师生 还有机关 工作人员 城防部队 那总数呢 达30万人 交代了参加的人员 以及人数 会场在天安门广场 广场成丁字形 丁字形一横的北面 是一道河 你看 他先讲了 他是成丁字形 然后再介绍丁字形 一横的北面 先介绍这个一横 那这一横呢 是从北面开始介绍 北面是一道河 河上并排架着五座白石桥 在北面是城墙 北面在北面是城墙 城墙中央 高高耸起天安门的城楼 丁字形的一树向南 直升到中华门 在一横一树的交界点的南面 厂中挺立着一根电动旗杆 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当中的丁字形 一横一树 以丁字形为基点 按照先横后树的顺序来进行介绍 先介绍横 然后再介绍这个树 那么这一段呢 介绍了天安门广场的布置 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 城楼沿下八盏大红宫灯 风挂两边 靠着城楼左右两边的石栏 八面红旗迎风招展 那这一段在介绍什么呢 天安门城楼上的布置情况 丁字形的广场 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 到了正古 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人的海洋 红旗翻动 像海上的波浪 那这一段在写什么呢 群众队伍入场的热烈场面 那从哪可以看出来呀 四面八方的来的群众 到了正午的时候呢 成了人的海洋 我们组见人有多么的多 红旗翻动 一个比喻句 像海上的波浪 什么像海上的波浪呢 红旗翻动的这个样子 就像海上的波浪一样 二 本文写了开国大典进行时的哪些内容 我们一起来回顾课文 从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博曲宣布典礼开始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写了宣布典礼的开始 再到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那么这一段在写什么呢 在写啊 奏国歌 我们继续 接着 毛泽东主席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一部分呢 就是在写 毛主席宣布政府成立 接着 升国旗 毛主席亲自暗动 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 新中国的国旗 五星红旗 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 栩栩上升 三十万人 一起脱帽宿礼 一起抬起头 瞻仰这星红的国旗 三十万人 一起脱帽宿礼 一起抬起头 瞻仰这星红的国旗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在写 升国旗 升旗的时候 礼炮响起来 每一响都是五十四门大炮齐发 一共二十八响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在写 明里炮 接着 毛主席在群众 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中 宣读 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 毛主席宣读 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毛主席宣读 宣读公告完毕 阅兵式开始 开始干嘛了 阅兵式就要开始了 宣读公告 然后开始阅兵 阅兵式完毕 已经是傍晚的时候 群众游行就在这时候 开始 那么接下来讲的是 群众 中央的声音 经过无限电广播 传到长城内外 传到大江南北 是全中国人民的心 一起欢乐起来 指的是 毛主席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那在这里呢 用到了反复的修辞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 用什么用途呢 突出了 毛主席的宣告 对全中国人民的震动 表达了 全场三十万人民 以及全中国人民 为新中国的诞生 而欢欣鼓舞的心情 四 下面一句话 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 有什么深刻含义 五星红旗 升起来了 表明中国人民 从此站起来了 那用了什么修辞方法呢 五星红旗 升起来了 从这个字面意思的话 我们可以了解到 代表的是 五星红旗 然然升起 对吧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猜猜看 红旗 升起来了 还代表着 中国人民 新的时候 是不是也升起来了 中国人民 站起来了 所以呢 这就是双关 双关 也就是字面 一个意思 背后 按纸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双关 的 修辞方法 那么 五星红旗 代表 中华人民 共和国 代表人民 当家 做主 五星红旗 升起来了 说明 中国人民 推翻了 反动统治 翻身 得解放 从此过上了 幸福 自由的生活 也升起来了 那么数字 54和28 分别有什么意义 这个我们那会儿是不是有讲到呢 升起的时候 礼套响起来 每一响都是54门大炮齐发 一共28响 那么这里是运用数字 对典礼的盛况 进行了细节的描写 54门礼套 代表 我国 54个民族 那么这个54呢 是当时的 统计数字 因为我们说了 藏族是在 1951年的时候 我们才 统一的 这28响 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 英勇奋斗了 28年 也就是指 中国共产党 从1921年到 1949年 整整经历了 28年的奋斗 第六题 为什么听到 毛泽东当选为 新中国的主席时 全场热烈欢呼 我们来看课文 他用强有力的语调 向全世界发出 新中国的声音 他读到 选举了 毛泽东为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这一句话的时候 广场上的人们 热爱领袖的心情 融成一阵热烈的欢呼 官吟台上 同时响起 一阵掌声 我们来分析这一段 毛泽东领导 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 推翻了 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 迎来了 新中国的诚意 他是人民群众 心目当中 最敬爱的灵修 所以当听到 是他当选为主席的时候 所有人的心情 才会如此的激动 人们期盼 他成为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选举他为主席 正合民意 所以当听到 毛泽东当选为 新中国的主席时 全场热力欢呼 文章是怎样描写 阅兵式这个场面的 开头是海军两个牌 雪白的帽子 跟海洋一个颜色的蓝制服 接着是步兵一个诗 以连为单位 列成方阵 骑步行进 接着是炮兵一个诗 野炮 榴弹炮等各式各样的炮 都排成一字形的 横列前进 接着是一个战车诗 各种装甲车和坦克车 两辆或三辆一排 整整齐齐的前进 战士们挺着胸膛 站在战车上 像钢铁巨人一样 接着是一个骑兵师 红马连一色红马 白马连一色白马 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当中啊 开头接着 接着 接着 再接着 分别出场的都是谁呢 这些呢都是表示顺序的词语 那我们来看 接着的都是谁呢 步兵 炮兵 战车诗 骑兵诗 六马并行 马腿的动作完全一致 以上这些部队 全都以相等的距离 和相同的速度 经过主席台 那么这段的场面描写 用开头接着 这些表示顺序的词语 详细的介绍了 海军 步兵 炮兵 战车师 骑兵师 这些部队 在阅兵式上的出色表现 场面宏大 气势雄伟 气势雄壮 这些描述 无不渗透着 对人民军队的赞美 和为人民军队而自豪的情感 八 下面两个句子 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 表达了群众怎样的感情 两个半钟头的检阅 广场上不断的欢呼 不断的鼓掌 一个高潮 接着一个高潮 群众差不多把嗓子都喊哑了 把手掌都拍麻了 还觉得不能够表达自己心里的欢喜和激动 那么这里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呢 嗓子都喊哑了 手掌都拍麻了 那在这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的夸张 对 他运用的是夸张的修辞方法 写了人民群众看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 接受解誉时举动 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的 无比信赖和热爱 也说明了人们的心情激动 欢快到了极点 看第九题 最后一段有什么含义 看课文 晚上九点半 游行队伍才完全走出会场 两股红牛 分头向东城西城的街道流去 光明充满了整个北京城 我们首先呢 先看这一段 他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方式 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方式 两股红牛 我们想 这个红牛到底指的是什么 光明充满了整个北京城 这个光明又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来想 红牛指的是什么 是不是指的那个游行队伍呀 那这个光明呢 除了字面上 那个烛光火把 给人带来光明之外 那还有什么呢 是不是新中国的成立呢 我们一起来分析它 首先这个红牛 用的就是借玉的修辞方式 那这个光明呢 它用的就是双光 好 首先先看这个红牛 举行队伍一片火红 所以用红牛带着游行队伍 表现了游行队伍的 声势之大 场面之壮观 每人点着火把 就像远远看上去 就像红牛一般 那这个光明呢 光明充满了整个北京城 不仅指灯笼火把 照亮了北京城 而且也象征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使北京城 使全国永远摆脱了 过去的黑暗统治 获得了光明 所以这个光明 一是指灯火把带来的光明 也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给新中国带来了光明 这也是人民群众 心中的光明 所以这个光明 是一个双观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例题 读句子 说说你从句子中体会到 人们的什么心情 请用词语概括 先看第一个 他们清晨到了北京车站 一下火车就直奔会场 郊区的农民 是五更天摸着黑起床 步行四五十里路 干白的 我们来概括一下 这是什么心情啊 五更天 走了四五十里路 够不够紧情 表现了他们的急切的心情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 战士们挺着胸膛 站在战车上 像钢铁巨人一样 像钢铁巨人一样 站在战车上 迎接所有人民和主席的景源 什么心情 够不够自豪 是我们用血汗 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哪能不自豪呢 接下来看第三个 两个半钟头的检阅 广场上不断的欢呼 不断的鼓掌 一个高潮 接着一个高潮 那这是什么心情啊 不断的欢呼 不断的鼓掌 一波鼓掌 还没有平息 心一轮的又开始响起来 够不够激动 表现了所有人民 今天的激动四季 我们终于当家做主 成了新中国的主人 按要求写句子 一毛主席在群众 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中 宣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 说个句子 首先还是原来的 我们的方法 首先我们先看主语是谁 毛主席 毛主席干嘛呀 毛主席要宣读 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 一般我们就把 得钱编的都给删掉 找主语 会语和兵语 主卫兵 那就是毛主席宣读公告 第二题 这庄严的宣告 这雄伟的声音 使全场三十万人 一起欢呼起来 改为反问句 这是一个陈述句 那么如何改反问呢 这庄严的宣告 这雄伟的声音 怎能不使全场三十万人 一起欢呼起来呢 如何改反问句 我们来对比来学习 首先 使全场三十万人 改为反问 怎能 那因为这是肯定 所以在这里 一定要改为否定 怎能 故使 全场三十万人 一起欢呼起来 要加语 气助词 和 问号 这就改成了 反问句 那学完本文之后 我们来进行 今天的 归纳总结 本文通过技术 1949年10月1日 在首都北京 举行的开国大典的盛况 表达了中国人民 对新中国诞生的 无比自豪 激动的心情 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缔造者们 特别是毛泽东的 领袖风采 好 今天的开国大典 我们就学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 再见